新聞記輯要來看市民進黨提名 各議官三處六位參選人丹冠廷 他在前開第一場的政策的交會 以各議官說開拓成局作為靠河 提出市的上當中也要的官公政策 包括背著阿里山 交通人便利 點亮 第三山 和創新農產業 要請到各議官官說文化 路由 生業 業者 共享信義 鄧冠廷表示 以參選三處六位的第一場政策記者會 特別選在中部來基盤 因為這裡不是統翁三處的第一場 竟鄉正在他要對這個地方出發 讓年輕人世代開拓三處的官公勝局面 理化委員參選人陳冠廷 在中部向中部高昌農村橫区 來找開第一場的官公政策記者會 在這裡邀請三處的鄉長 中部鄉鄉長 李比雲 大部鄉鄉鄉 吳明勳 阿里山鄉鄉鄉 高瑞芳 梅山鄉鄉鄉 林俊姆 申修長一會 另外也邀請三處所集的官公協會 來作回來參加 雞手為山區的官公發展來共同打拼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我們 整個山區包含梅山鄉 還有阿里山鄉 中埔大埔鄉鄉 以及我們年輕的這些夥伴朋友們 特別是大家意觀光工廠協會的理事長 理事監事還有所有的這個社區的 重要的理事長跟總幹事 都一起來參與觀光政策 我的第一次的記者政策說明會 那這次在觀光政策的說明會裡面 冠庭把我們整個山區 包含平原地區 以及這比較偏高山地區的 所有的觀光未來的問贈藍圖 做了一份梳理 那不管是在農體驗 農村的體驗 或者是在阿里山 大阿里山地區的 你說文化上面的體驗 或者是整體的武感上面 你說在森林也好 或者是說在這個茶席文化也好 或者是我們原住民文化也好 做整體的通盤規劃 讓未來我們的家營在山區在平原區 都能夠有很好的觀光政策的發展 那很重要的另外一部分 就是在於平原跟山區之外 還有我們的水庫的部分 那未來藍色廊道的這個打造 我們也會持續的去跟行政院 去跟中央政府 確保這些重大的計畫 能夠按時按品質的完成 未來嘉義的觀光發展不可限量 我相信不僅是國外旅客 國內旅客也都會持續造訪 嘉義有很好的政府地產情 有最好的觀光資源 那我們透過陳明文立委的爭取 現在我們陳冠廷參選了後續的破壞 我想我們做整體有系列的開發建構 走線的發展 我覺得說我們缺少的是一種建設發現 是一種營造 我想透過大家整體的合作 我們冠廷在中央能夠來支持 來給我們協助 我們地方有構想有特色 在地化才是國際化的基礎 希望我們太平雲梯打造的基礎 也帶動其他山區的發展 我想成為一種前去作用 帶動整個嘉義產地的發展 我們這次觀光工廠協會 來聆聽我們候選人冠廷的一些政策面的一個部分 要了解山海連線的一個重要 甚至於說在冠廷它的一個簡報當中 強調的如何的去讓我們的優勢更強化之外 弱勢如何的去補強 甚至我們要維護 真的是在整個觀光工廠的一個部分 或是甚至整個嘉義線的觀光資源 都要依賴它之後在我們中央 幫我們爭取更多更多的資源 謝謝 交通好便利 點亮第三線 還有創新農村力 協助改觀搭著行為一個觀光大廈 細心情分正義生中部鄉彩虹報道 來 先首先我們會要掌聲 接下來優先 起航自盆 這家超市就是它的 我們的牛奶鳳梨 這次叫做夏之選 賣得非常好 牛奶鳳梨特別難照顧 它是一個在鳳梨裡面 比較難養成的品種 在嘉義剛好在市中 所以牛奶鳳梨變成嘉義非常重要的特有種的產品 台灣的農民很辛苦 我們把最好的水果帶到日本來 希望大家喜歡 台灣的農民很辛苦 台灣的農民很辛苦 很好吃 好吃 好吃 こういうのを買って お店のフルーツで出して 山口の人でもね 味わって頂ければなと思って 現在這個農民很辛苦 這個農民很辛苦 這個農民很辛苦 他にお話を伺い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尤其夏天 把它冰一冰以後 再吃 更好吃 食べやすいです またパインって 繊維がある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全然繊維がなく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ぜひ皆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美味しい 食べてよ